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午安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谈责任 我们同学在写作的时候 都说到了满18岁呢 就要开始来负责任 对不对那到底你要负什么责任 同学好像似乎也讲不太清楚 来满18岁之后 你有两个责任要负 第一个就是法律责任 第二个就是道德责任 那当然你说我是不是在18岁以前就 不用负其实也不全然是 如此哦 那法律责任的如果我们用古代 这个语言概念来讲的话 法律责任其实就是法 那这个道德责任其实就是礼 就是礼教的部分 好那今天关于道德责任 我们是不谈的 我们只看这个所谓的法律责任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或者是说你的一生当中 很重要的跟你息息相关的法 有三个 一个是行政法 一个是刑法 再来就是民法 那我们也在谈到说 这个行政法并不是有一部法典 特别叫做行政法 而是有非常非常多的 行政上面的需求而立的法 那假设你违反了行政法 你就要受到行政法 那如果你违反了刑法 这个就是名义上的犯罪了 犯罪的话 你就要什么 受到刑罚 那如果说你跟人之间 一般民众之间 私人之间 有相互违反的一些行为状况 那所以我们的国家 就定定了民法 处理人民跟人民之间 或人民跟团体之间 或人民跟公司 行号之间的这一些 可能是经济活动等等 或者是行为违法的这些责任 那么如果你违反了民法 你就要付民事责任 那么在民事责任方面 有两个责任要付 一个是你侵权的行为 一个叫债务不履行 债务不履行很简单 你欠人家钱嘛 所以你就要付起民事责任 对不对 那侵权的行为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像过去有一个 刑法上的罪法 叫做通奸罪 就是说 先生或太太 其中有一方外遇了 然后被太太抓奸 那就告上法院 那如果法院判刑的话 这个就是要判刑法 依刑法来判刑通奸罪 但是通奸罪 从刑法上解除下来之后呢 那就要开始变成是什么 你如果抓奸的话 抓到了 你要去告 你就只能告民法 民事责任的告 那告的其实就是 所谓的侵害行为 侵害什么 侵害配偶权 OK 好那侵害配偶权呢 就是告的 可能会有结果恢复 要不然就是要什么 赔赔款赔钱赔偿金额 好 我们简单的就跟大家提到 就是说 我们在终极一生 要负的责任 有法律责任跟道德责任 在这个法律责任的部分呢 最重要的就是 行政法 刑法跟民法 跟我们的生活 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您的责任 应该是责任